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有一个东西要分享给各位的摄影观 我相信很多开车的人都很想知道 有时候你在开车的时候就很多装备 尤其是我 我又拍海边的 常常有脚架、做西斜、背包、雨伞、遗志等等的东西 那一个车厢如何来收拾这些东西 如何把你的东西装备放得非常整齐 而且马上拿马上可以拿得到 又可以非常安全的去使用它 我会把车子去搞坏掉或去撞到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是有一次武艺当中 我跟我们秘境的一个团长 两个人在山上拍照的时候 我发现他有一个小巧思 非常的好 回来之后我就设计了一个 因为我本身是学室内设计 我透过我们的天兵帮我设计了一个车子上面的装置 专位摄影人的设计 分享给大家看一下说 跟你的行李箱有什么差别 走 下去看 这一台车就是我的小绿绿 这条小绿绿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 这是福特库卡的 你们看一下 来用脚开门 譬如说你今天拿了很重的东西 你只要用脚错过去 你看车子自动就开门了 有没有 车子自动就开门了 就是说你手上拿重物的时候 你不一定要拿钥匙 它就可以开门 来 来参观一下我的车子 有一个非常好的设计 就是 它是两层的设计 那第一层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这个板子 这个板子 我请我们的一个好天兵设计的 就是我两尺寸给它 它做了一个摩日行 那这个摩日行有很多好处的地方 比如说下面的部分 我都可以放脚架 脚架很容易就拿出来 这个垫子为什么要放这里呢 因为脚架拿出来的时候 它有个角度有时候会敲到 所以说弄一个垫子在这边是 4盒的阿女杉 还有 我们的还有个抽屉 那这抽屉放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抽屉里面 我放衣服 一对无线垫 因为我常常在海边拍照 有时候需要跟上面的人联络 还有这个 这个算是保冰袋 所以说有时候我去比较热的地方 我会买一些吃的啦 或者是就是一个保冰袋 那这个怎么 因为我常常拍照 所以说有一双臭袜子 不是臭袜子 是新的啦 就放这个地方 还有里面还有什么 还有泡面 因为在山上拍照 有时候吃东西比较不方便 那这样子 钻起来是不是一个抽屉 非常方便 那这一边呢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椅子 为什么要椅子呢 因为我们常常在外面拍照 有时候脚酸了 还是说我这只脚架比较长 这只脚架有到282公分 有时候看不到 就必须要高脚架加椅子 那这样子的话就很方便 就可以站得很高 那基本上 做这个摸字型有一个好处 你今天可以把你的背包 跟你的脚架 跟你的一些杂七杂八把它分成两个 就是一个成反的概念 那再来 这个是我的摄影包 那你看这个 这一件 这一件是我的救生衣 因为我长期在海边拍照 我都必须要有这样的救生衣 那救生衣有备无患啦 我常常遇到学生诺文都会提供 老师啊 我不会游泳 不小心我摔下去 你会不会救我 我就回答他 麻烦你买救生衣吧 所以说 救生衣是救老师的 会不会救学生的 因为他们带了救生衣之后 我就可能就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说救生衣 也是我在海岸拍照的必备 这个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双 我在海边拍照的一个鞋子 这款鞋子是有钉子的 因为海岸拍照常常会遇到这种 这种胶石 你看这个鞋子上面是有钉子的 有没有 那这个鞋子非常好用 因为不怕湿 而且这个鞋子 最主要这个鞋垫 可以拆换的 这种是日本製的 这比较贵一点 但是非常好用 那我在海边拍照 基本上就一定会 带两双鞋子 一双这个 那一双就是平底塑膝 那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垫子 如果垫子是止滑用的 但你两边一定要高一点 为什么要高一点 因为东西才不会去把旁边刮伤 所以说这整个鞋垫 就是刚好是为了这个车子而买的 那非常的适合 你们在大卖场 都可以买得到鞋垫 上半层放背包 下半层放脚架 鱼傘 鱼子都放下面 那这样子的方式非常好用 那有人再问 那这样子如果我要出国 我的行李该怎么放呢 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板子喔 它是活动的 出国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板子 就掀起来 站起来就靠墙 行李就可以一个一个站上来 所以说行李一定放得下 因为我也常出国 今天这样的装置分享给大家 真的蛮适合我们摄影人的 脚架 鱼子 抽屉 所有东西都能够放得非常整齐 分享给大家 除了摄影之外 也分享一些 总是在摄影当中的一个小经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要订阅我的YouTube的频道 加小铃铛 随时有一些秘境 跟拍摄的手法 分享给大家 拜拜 现在弄整齐 明天还不是味道 所以说干净就不要了 就像 对这个 这个我常常 也教导我的小朋友说 明被不用整 因为明天晚上还要睡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